回音乐 欢迎回来民运 好好玩 来讲到 谦和你就发现说 自己 这个 你觉得自己有很多 很奇特的地方 你真的很想去了解 说灵异体质 你还有灵异体质 其实我自己不知道 但是事情發生了 你不得不相信 我記得有 我記得有一次是 我那時候是專櫃小姐 那專櫃小姐百貨公司開門 大概11點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起來先化妝 可是那一天不知道為什麼 我醒來有點不太舒服 可是我醒來不能動 可是我已經看到陽光已經從 就是已經天亮了 是白天了 我要先講 是大白天不是晚上11、2點的事情 是白天 所以我那時候早上 起床想要起來 梳洗的時候 也看得到窗戶的陽光透進來了 可是我全身不能動 但是我是躺著的 可是我可以看得到 就是冷氣下面這個位置 你可以看得到 它是黑白無常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 人家都說見到這個不好 我那時候心裡想完蛋了 我是已經怎麼了嗎 不然我怎麼見得到 黑白無常長怎樣 他們我覺得 黑的它是燙小卷頭 然後真的皮膚比較黑 但是他穿的是那種 像老師這樣子 這叫中山裝還立 我不會講 就是這樣子的衣服 對不起老師 圓女白無常 對 就大概是這樣 它不是那種西裝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白色的那一個 頭髮是梳 有點像油頭這樣 但是比較瘦 你是看到時裝版 這是真的是這樣子 是真的這樣子 然後呢 你就有印象說 這就是黑白無常 因為很清楚 一個黑一個白啊 然後他們兩個人是 完全沒有特別看我 他們兩個就是像這樣 在討論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兩個在討論事情 我聽不到 但是可以看得到 他們一直在講嗎 你覺得他們在講 是跟你有關係的 有 因為他們有 因為那張床上 那個房間只有我一個人 它就在我 它不是正上方 它是這樣的一個斜過去的 這個角度 而且呢 只有大概到這 就只有這個地方而已 半身就是卡很緊這樣子 兩個人 結果後來他們兩個 講完之後 兩個人本來很激動這樣講完 然後悠悠的轉過來 看了我一眼 然後就咻 不見了 不見之後我可以動了 好了不想那麼多 因為我遲到就要被扣拳請 所以我就趕快起來 梳化幹嘛 趕快騎摩托車就出去了 因為那時候是騎摩托車 安全帽 我都很乖這樣戴著這樣 好 紅綠燈一停 我非常的記得 我現在想起來那個 風的聲音 然後人 然後車子經過 畫面還是 還是記在腦海裡 我很乖的停下來 5 4 3 BOM 我就忘 我就不知道我在幹嘛了 我是停著的了 我已經停一段時間了 對 我一撞被撞了出去 然後剛好是在 別人在撞你了 對 是後面的車子撞我 而且其實我那時候 根本不知道是什麼車 我只知道我搬很遠 然後亂七八糟 喀嚀嚷嚷的 當我眼睛睜開的時候 我是在一個大卡車的車頭 下面的輪胎在我臉旁邊 是真的在旁邊 我張開臉已經是在車底了 拖出來之後我還自己說 我真的沒事 然後那一台撞我的人 他一直跟我道歉 他說我給你電話幹嘛 還是我現在就帶你去醫院 我說不要不要我急著要上班 我說沒事我沒事 我就牽著摩托車去上班 去上班之後我才發現到 有一點點痛 然後就這邊 就一個小插箱而已 就突然翻到了 我有一個大悲咒的那個小本子 那種一般廟什麼土地公廟 都會有大隔會印 那種 扇書 對對 它是這樣blue整疊的那一張紙的 因為我平常那時候就是 住外面也常遇到 聽到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就有人跟我說 你可以念這個 所以我那個本子 我就每天念 念完我就放在我工作包包裡 結果那一天 就是正要補妝的時候 突然不知道為什麼 去把那一本拿起來 一拉開的時候 整個從中間列一半 好像被撕開一樣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那一次去問老師的時候 他有跟我講 他說因為我之前是 他一直在那個 有在軌道 所以體質會比較容易跟這些 就是有關聯 對 然後那一次呢 也是在想就是說 是不是因為我還要 就是有什麼事要做 所以他們可能是在討論 好 再給他一次 帶天命 他體質比較 他是有帶天命來 所以老天爺不會輕易讓他 出狀況 但是會讓他有預知 讓你吃苦 叫你愛收 叫你愛去幫助自己提升 因為他來就是要利益中生 對 不過不會讓你走 是 你要折磨我就是 好 老師說這種還會常常有 那種什麼做玉之夢 容易鬼壓床 這也是一種 也是一種提醒是不是 其實有的是跟阿飄 比較會有 就是會有互動 那有的就是帶天命 好 來 我們先來請教周英軍老師 老師 假如說 我們觀眾朋友有遇到說 覺得他自己是屬於 靈異體質的話 也一直很困擾 因為會一直被影響嘛 那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道教的祕法 可以幫助我們能夠 互生保平安 所謂的靈異體質 其實是因為沒有經過羞恥 他就能夠看到一些 或甚至於可以跟某些 我們不同度空間的這些 我們稱為 異度空間的東西 我們就看得到它 或是甚至於感應得到它 那通常因為有的是從小就有 那有可能就是從你出生 就是開始帶過來 有的是小時候就有 所以有的那個小朋友 他就會看到一些東西 那也屬於靈異體質 但是我剛剛聽你這樣講 我覺得那不叫靈異體質 那個有時候是神火在幫助你 所以讓你有一個意識 就是說你會夢見一種 就是有一種先知的能力而已 意知夢 意知的夢 那那個就是應該叫做 突夢突夢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那可能有時候是祖先來託夢 或有時候神火來幫助你來託夢 那我們現在來看就是說 我們來教你一個 當然你們說唸大悲咒 唸什麼心經這些東西 它是屬於活教的東西 當然有些剛剛那個金剛儲 那個是屬於祕教祕宗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我來教你一個 完全完全全是道教的東西 我們要準備一條繩子 那這條繩子的話就是要跟你的身長等長 你要去量你的身高 譬如你的身高像鏡準很高啊 我168 對168 對像我們這153 紀樂部的話你就要準備到153的 你比較省錢 我要花比較多錢買 對就是要跟你的身長等長的這個繩子 就是如果說你是因為沒有經過羞恥 當然有些老師他是經過羞恥 他看得到他溝通得到 他也甚至也都完全知道 那是因為他羞恥 那有的人是根本就是你不喜歡 但是你就是碰到不好的運氣 會讓你覺得很多事情都很不順利 其實不順利的時候就可以做 跟身高等長的這個紅絲線 那記得我們現在來做的就是要做法 那如果說可以的話 因為你在做法的過程中 我們怕你會走火入魔 所以我們準備一些檀香 一點點的檀香 讓你燒在那邊 因為檀香會把那個晦氣什麼給遮住 就是不要讓它進來那些 因為有時候你出來沒拜拜 那很可能就是不好的東西 你剛好在念的時候 可能就會引起他來聽 他來想要來受一些功德 所以我們用檀香就是要來隔節 就是幫你做一個節節的動作 好那我們就是 來我們用這個繩子 我們來打36個節 那打這個36節 就是象徵我們講 三十六天鋼 三十天鋼 有時候七十二天鋼 所以說我們要的是三十六天鋼 那你只要打一個節 每打一個節就要念一個咒 這個咒稱為金鋼神咒 金鋼神咒所有道教人都知道 而且大家都真的都會念得非常非常的熟 它是因為我都是用台語念所以我就會 國際我念不如 就是天地現狀萬劇本群公手 夾金鋼神咒三十六天鋼 有道德尊 替他們金鋼 讓他們五十四肢 事實不減天鋼 一部分包羅天鋼 鋼藥菌水受幾萬變 師傅公民三十六天鋼 五十四天鋼 萬聖劣 譬如說我是周映金 譬如說你是謙和 那個叫賴謙和 那你就要 鋼鋼 鋼鋼 賴謙和 生 再來就是 繼續努力向上帝 努力向上帝 這樣子 每次都是這樣 那如果你不會念 因為我念得很熟 你可能不會念 你念台語也可以 念國語也可以 你把它這個 我們應該我們的官網都會有 你把它當下來 自動大一點 你放在旁邊 你就看著這個 就這樣子念 每念一個咒 打一個節 這樣子一直打一直打 這個節到底要留多長 沒有關係 你就一直打 但是你念到三十六次 好 那你如果說忘記 你可能一次打一痕 學一個正字 你就知道 你總共練幾次 你打到後來的節 會成為這樣子 你就是已經念了 三十六遍的 這個金剛神咒 那金剛神咒的時候 六人念三十六遍 就象徵我們要用默想 說三十六天公 來維護我 來照護我 來保護我這樣子 好那你這個繩子要幹什麼 你要綁在自己的身上 因為那個身上就是 你不要綁在外面 那就真的不好看 你綁在裡面 如果說你要去醫院 你要去不好的地方 或是說你要去哪裡 你說這樣子 拿到你的身上綁起來 記得一定要綁活節 不要綁死節 一定要綁活節 一定要活的 綁個蝴蝶節 綁個活節 在裡面裡面蓋起來 有些孕婦想要去探病 有些孕婦想要去探病 也都可以 這個都非常非常的好 這個就是能夠讓你 擋掉那些不好的煞氣 不好的那些 好像有感覺這裡有什麼 不好的東西都在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這樣子來做 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那這一條可以用多久 我跟你講 如果說你用一次以後 那你下一次再用 你就這樣子摸著它 就好像人家活叫 不是都是念珠 你就摸 不用擋打結 你就摸著它 也就摸一節 念一次的金光神咒 金光神咒 念一次就這樣子 就念三十六次 所以它是可以一直 一直這樣使用的 除非它髒了 你覺得它真的髒到不行 你就換一下 其他都可以用 大家不妨可以試試看 可能對環境 會有敏感的體質 譬如說可能到這個環境裡面 裡面很不舒服 它自己會起雞皮疙瘩 那甚至有那個感覺就是 自己一個人在家 突然間好像有那個 黑影子走過去 它有感覺有人走過去的 那種感覺 這個也是 再來可能它 它就剛剛我講修羅 它第六感 它講別人很準 它講自己不準 然後它講別人很準 講別人